hello 大家好 我是哲哥 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上过大学 所以不知道什么叫做双一流的大学 但是我知道什么叫做双一流的货嘴 长相漂亮 肉质生产 成为双一流 今天给大家开的这两条货嘴都是三十斤左右 修个非常好 所以两条货嘴的长相都非常漂亮 至于它的品质 看肥肉就一目了然 它的肥肉又杀又糯 所以经常有粉丝朋友都会问一个问题 怎样区别 土猪火腿和这个饲料猪的火腿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看肥肉 那么饲料猪喂出来的肥肉层 基本上看起来都是比较生硬 也就是像白纸一样的白 但是如果熟食喂养的农家土猪火腿的话 它的肥肉是很杀很糯 吃起来口感也是非常好 那么今天就把这两条火腿一起给它烧洗干净 打开让大家共同体验 今天起来的不许很多搅拌 根本身软胶 抽出很拉肿 根本身软胶 根本身软ē 码 另一半 我们就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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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种三十多斤大的火腿 虽然说已经接近三年 但因为肉头比较厚 所以它的肉质一样都适软 打开三炸锅以后它的肉质有多漂亮 再把另外一条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 像这条火腿相比上一条的话 个头稍微要小那么一点点 这条火腿肉质也是相当绵软 所以农家火腿肉质绵软程度 并不取决于火腿的粘线 而是根据火腿的大小 和它的盐分的轻重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盐分越重 火腿也会相应的比较硬 但是火腿的粘分 可以决定火腿的香度 好了 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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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口感的话 可能像这条火腿 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 就一个字 香 但是上一条火腿的话 能够吃出略味的那种 鲁甜的味道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一期视频 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已经不懂或者学问的 还是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欢迎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